再来看两个帅大叔 钟振涛和苗乔伟 这两个帅大叔呢 前两天共同出席了 一个活动担任嘉宾 不过同样是大叔级的人物 这两个人感觉 怎么站在一起 就那么有违和感呢 三哥苗乔伟黑色西装 搭配白色西裤亮相 满是成熟男人气息 虽然帅气逼人 不过这风头 却都被钟振涛给抢去了 卡通白T恤 休闲牛仔裤 阿比哥你这装嫩一吐 有点明显啊 再看看两人之状态 苗乔伟是明显的 严肃大叔济实感 而钟振涛呢 劝称笑得那是合不拢嘴啊 当天钟振涛带着二女 一同参加活动 满满的幸福 溢于言表啊 不过这花式秀恩爱 让旁边的苗乔伟 可是浑身的羡慕嫉妒很难 之后提起这即将到来的 复兴节苗乔伟更是阵阵的心酸 今年的复兴节 我的子女都还在外地 那其实也没有关系 每年都有 而阿比哥钟振涛呢 不仅有女儿的陪伴 人家甚至是连礼物都已经收好 那我就把部分珍贵的茶叶放进里面 那很有意思 好了好了 三哥咱不提这生心事了 聊聊工作怎么样呢 听说使徒行者要拍电影版了 三哥担任男主角 三嫂七美珍担任监制哦 夫妻携手这事到底是真的吗 最近的杂志上面写的那个使徒行者 说什么三嫂做监制啊 我做男主角啊 这些都是都是假的 看来三哥这新电影还没有着落呢 小编忍不住要多嘴一句了 这同场的钟振涛 可都开始带着女儿捞金了 并且出新歌拍MV 全部都是大制作呢 那海陆空三样都有 那有航拍啦 那有我们有超级跑车呢 也有那个龙船呢 哎 面对这样的落差 小编也真的是为苗乔伟 也默默擦了一把心酸泪呀 同样是帅大叔做人的差距 怎么就那么大呢 娱乐星天第三哥不哭香港采访不到